早早停停想在沉沦的迷宫 反复这样不由衷 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 只剩下两手空空 也许多苍荡难过忘了对我说 孤独滚穿了山坡 人生像闹剧卷入迷失漩涡 又困进沙漠 怎么逃脱 无缘来命运的捉梦 常常忘了对我说 两界总偏爱挥霍 黑夜到白昼 决绝的选择换来落梦拉扯 这到底是对是错的道 又如何谁懂得 曾经病得多如港 正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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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写雪橇沙 并ty沙 谭静为了护我家林子挡了一下 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 看能不能私了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 若做什么伤情鉴定 鉴定出来该怎么怕怎么怕 我很肯定 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对对对 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 直到静姐来了之后 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 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 说怕我们闹事 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你看见她的伤了吗 外面看没什么事 当时来了很多警察 还有救护人员 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 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 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 对方一直躲着不见 这里面肯定有毛衣 聂医生 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 帮静姐了 只能麻烦你 你一定要相信她 当然 我当然相信她 来一个 别褚那了 坐吧 来都来了 坐 别管她了 我算是坐 我们要继续留 当然 我们要不须 哎 评评 评评评评 评评经 评评经怎么样了 孩子刚好 刚吃晚饭 我已经帮了找到最好的律师 他们会想办法的 你别太担心 好 你在哪儿呢 我在病房呢 你要不要跟萍萍说话 好 妈妈 萍萍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在外地出差呢 你要好好地乖乖地等我回去啊 我想妈妈了 我也想你 萍萍 妈妈不在你身边 你要听念医生跟林子怡的话 好好吃药好好吃饭 不许挑食啊 我会乖乖听话的 好 妈妈 你要快点回来 好 妈妈工作嘛 总要 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 嗯 好 妈妈再见 那你把电话给念医生吧 嗯 嗯 喂 我跟你说啊 萍萍她对花生过敏 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 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还有就是 她半夜容易出汗 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 床底要衣服 我都给她戴了 你就给她换一套 好 我知道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 你怎么会给她担心 你就给她搁刀挂着 别给她拿掉 她喜欢那个小狗 可以 放心 我会陪着萍萍 你就踏踏实实地 什么也别想 相信我 很快就会过去的 好 好 怪了吧 好 谢谢你 盛总 我都收到了 收到了啊 嗯 还有 莉莉 这些都是进我手的合同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 好的 盛总 对了 盛总 Daisy怎么还没来啊 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喂 盛总 Daisy的朋友打过来的 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接进去 喂 盛总 我是谭静的朋友梁云安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 怎么样 生意还好吧 还好吧 那个盛总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想要帮谭静请几天假 谭静怎么了 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她出了点事 谭静的朋友呢 这也找了律师 先把问题尽快解决掉 所以谭静这几天 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我会出这种事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 其他的也没多数 不可 BK啊 嗯 这谭静呢 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 我离职之后呢 他在公司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 对他来说就是选上家说 所以关于他请假的室友 你住能不能手下留情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可以先试驾处理 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 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 或者他真的 那我也帮不了他 明白 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啊 孩子病着 谭静又出事 这你女生真够惨呢 要是换了以前 又得去看姓名医生 她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感农身瘦啊 这都官宣了 你怎么还凑劲这么大呀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 我的有点警惕性 说得对 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 妈妈不在身边 遇情遇历我都应该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好呀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 她们没有推对方 怀疑她们另有目的 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 事发地的监控呢 是个死角 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 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 现在棘手的问题是 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 你要有个准备 因为这个伤情鉴定 对她们非常有利 那 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 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 那就是拘留十到十五天 再赔偿一些损失 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 那就进入刑事程序 如果到了这个阶段 任何死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件事 谭小姐非常被动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 好 好 好 小律师 那麻烦你继续寻找 对谭经有利的证据 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 继续找那个受害吧 除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我就不相信 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 没什么事 能不能再感叹你 去吧 好的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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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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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丫头 你来 我来代表公司看看萍萍 丫头 雨晨突然冒出个孩子来 这 这我很惊讶 那对于你来说的话 一时无法接受 很正常 我 我能理解 但 丫头 你不不 我跟宁宇盛已经分手了 按照你们那个别扭劲啊 我给猜出来的 虽然我们分手了 但我们还是朋友 好了好了 别 别拿话来哄我了 家人跟朋友 那能是一回事吗 丫头 你把我再问你一句啊 如果说 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你跟宇盛还能在一起吗 你放心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 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叶先生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 在你的眼里边 孩子 是后患 我说 这是我们的家事 关你什么事 舒晴 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关我的事 聂伯伯 其实我跟宁女生早就已经分手了 跟孩子没有关系 我还想回公司开会 改天再来看点 好 谢谢您的后爱 对不起 您早点康复 您好 刘院长 我念雨生 记得吗 对 强谱医院的 对 想给你打听个人 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受到一个病患 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 没有 昏倒送进来的 想找一个病人 然后应该是有送进去检查的 你好 我念手间 用茶间吗 你记得我 都没有 都没有 临厉 凌厉 你说说 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哪 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场面特别混乱 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 她就倒下了 你说说 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 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 是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的 我现在就回去 我要去烧鲜 三十九床加点 三十九床发病了 三十九床发病了 平平 平平 上几家 至价已到位 顾正导思 灵灵 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 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 平平就不会发病了 她已经要是出来 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不是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又发病了呢 不知道 不 许申呢 她当下主的团 现在已经在里边了 来 怎么样 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下站 三十九度 下站 下时间 帮助她 那边 是 如果在这个团体上 请主意 这儿 可以 你吃得起请主意 我们都是 我们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 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 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手术 妈妈不在啊 有直系亲属在吗 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直系亲属 我来签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 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 孩子的手术等不了 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 念玉盛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到这边来帮我 黄皮 关闭 黄皮 火照 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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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已经不打算追踪了 你可以出去了 安静 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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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上了 下午下 升上了 再吧 升上了 解桓 睡不着呢 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 您不觉得奇怪吗 都太巧合了吧 一捋一捋 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 莫名其妙的 就被关了那么久了 就被关了那么久了 平平还要动手术 我也不能去看他 然后有律师来找我 让我签一个 签一个东西 签什么了 周叔同意说 不是 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不过是暂时的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 而是抚养事实 现在好了 你家付了手术费 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 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这就证明你很信任你也预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 他们要极力地去证明你 没有能力去抚养病病了 我是他妈妈 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你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是的 你们有点点 你的真正是 你好 我是内语盛 请问你谈心 你怎么出来了 皮皮呢 这里面 现在许压平稳 就等她醒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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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没事了 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 估计这些天他又会闹一闹 是 谁也没有想到 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闹就让他闹吧 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 其他的事 都先往后放放 您的意思是 不整了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 好 等 等身体恢复了之后 该怎么做 还是怎么做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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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孙子 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住在一块儿 跟外人戏 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 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 让他认主贵重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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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期间呢 情绪要稳定 来 吃早饭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乖 你很勇敢 主任 你来检查一下 我不客气 不客气 等着 冷静 多重 想给你 来 不错 是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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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她恢复得很好 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我去收拾一下 我去收拾一下 蓝天 平平刚做完手术 身体还很虚 需要好好休养一下 我想给她转到贵宾病房 让你人少安静 干人的风险也小 我不勉强你 你可以想想 可以 好 那我去找人办手局去 谢谢你 愿意答应我爸 只要是对孩子好 我怎样都可以 谢谢你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 掉完了 叫我 好 谢谢 妈妈 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平平刚做完手术 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 这样恢复起来 才会更快一些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修好了 平平现在的发动机 比妈妈的还要好呢 等这两天加足了油 你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 一起赛跑了 那这个是油吗 是 嗯 念医生也在 我煮了粥 煲了汤 一起吃一点吧 平平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 我正好煮了小米粥 一会儿让他吃一点 刚从ICU出来 医生说先不让吃呢 不让吃 那你赶紧吃一点 快 甜甜啊 怎么样啊 好点了吗 凌 明天 你来帮我看着 我来做饭 你行吗 哎呀 怎么不行了 皮皮店手术动完了 我心里的食物就先放下了 行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这里有念医生呢 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屏蔽的 我还是留下来吧 留下来我心里踏实 看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 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 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 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对 算了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哎 你跟念医生现在怎么样了 那天做手术 护士说要持续加点签字 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念医生一点都没犹豫 说是他来签 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的字 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 我听见没 车来了 跟我吧 慢点啊 那你赶紧回去 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好 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好 我走了 好 天渐渐暗下来 闪电划破长空 雷雨将至 年轻人 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 村里一片寂静 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 关穿黑夜 沾伤了人们的耳朵 你在看这个吗 你也换了 你也换了熊红衫了 你也换了熊红衫了 对 这是你妈妈编的 现在呢 我们 一模一样了 来 看你的一模一样 比你那个大一点 长一点的吧 喜欢那个 给你交换 不行 不行 这是妈妈给我的 人中的袋子扛到了尖头上 他一路追随着 到我身边 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长长的一片尾袋 有好几米 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 免把他的鸡脚指向老人 但老人 没有推送 我没有推送 就睡着了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constructed 今天不用值班 我来守着她吧 你太累了 当我家里边睡一会儿 你想回家也行 我开车送你 不用 我不累 二十九号病团家属请来护士站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吧 真的不用 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 我以前是没有能力保护好你 你能不能 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照顾你和平平 好 二十九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我要进去了 很多年 很多事 以为那就是结果 很多话 历历在眸的 在闪烁 明明还记得 还装作一脸洒脱 我 明白 没人能看出 脆弱 两个人 平行线 各自 努力的生活 终究 逃不过 上天正确的选择 哭中 无悔 都不用 细说 我知道 我们都是 对的 曾经 心疼你我 才成全了错过 此刻 别管 别管 所谓 脸色 你突然 离开的瞬间 耗尽了 纪念的笑脸 重复雨天 等待 晴天 你突然 拥抱的瞬间 仿佛灯 来了一万光源 温暖的夜 从未走远 虽然 虽然 你会带 拥抱 我 拥抱 一大 湘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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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一大 很多年 很多事 以为那就是结果 很多话历历在目的 在闪烁 明明还记得 还装作一脸洒脱 明白 没人能看出 脆弱 两个人平行线 各自努力的生活 终究逃不过 上天正确的选择 苦衷 无悔 都不用 细说 我知道我们都是 对的 曾经 心疼你我才成全了错过 此刻 别管所谓脸色 你突然离开的瞬间 抛尽了纪念的笑脸 重复雨天 等待今天 你突然拥抱的瞬间 你突然拥抱的瞬间 帮你赴灯来了一万光源 温暖的夜 从没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